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冬天天冷,苹果不要再直接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苹果,非常好吃的做法 加一碗小米 经常这样吃,小脸红扑扑,每天都美美的 对身体可好了 那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碗小米,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小米清洗干净 在清洗小米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搓 这样,它的营养容易流失 清洗干净后,把水倒掉 再次加入清水 放在一旁,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准备两个苹果,放入碗中 加少许清水,把苹果打湿 再往苹果上撒适量的盐 吃苹果呢,是不需要去皮的 因为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几乎高于果肉 所以,在吃之前,我们要把它清洗干净 而盐的摩擦力非常好 用它来清洗苹果表皮 可以把它清洗得更干净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净后,放到菜板上备用 接下来,碗中放入一把红枣 加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 然后,加一勺面粉 用手,多抓拌一祸 红枣上面有很多的褶皱 容易吸引灰尘 我们用面粉来清洗 可以把上面的灰尘很好地吸附出来 抓洗一分钟的时间,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清洗 控水捞出来,放入另一盆清水中 多淘洗几次,把它淘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来,放入盘中 用剪姿,把红枣肉剪下来 把它剪小一点 大家都知道,红枣的营养价值较高 我们坚持每天吃上几粒红枣 对身体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 剪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看一下,这是我浸泡了两个小时的小米 每一颗都吸足了水分 然后,把它控水捞出来 直接放入烧锅中 加入清水 水的量要一次性加足 中途最好不要加水 这样煮出来的小米粥 营养口感才会更好 盖上盖子,开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煮30分钟 接下来,把洗干净的苹果切成4份 再把果盒去掉 切成厚一点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苹果丁 切好,装入盘中 小米粥煮了10分钟的时间 将苹果倒进去 红枣倒进去 加3块黑糖 这里也可以加冰糖或者白糖 就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添加就可以 搅拌搅拌 这样可以加快喝糖融化的时间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盖上盖子,继续煮 时间到后 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的小米,苹果,红枣粥就已经煮熟了 然后,加几粒洗干净的枸杞 搅拌均匀 关火,焖一分钟就可以 哇,看着就好有食欲 闻着一股浓浓的小米清香味 加苹果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即可食用 就这样 非常简单的苹果小米粥就做好了 冬天天冷 这样来一碗 整个人都暖暖的 好吃又有营养 这个小米苹果粥呢 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 一定要多吃点 常吃可以美美的 小脸也红扑扑的 在熬煮的时候 要是喜欢吃稀一点的 就多加一点清水 喜欢吃稠一点的 就少加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